每天五分钟 保守自己常在神恩典中 荒漠甘泉 引领你今天的属灵生命走向完全 他使人夜间歌唱 约伯纪三十五章十节 有的时候神喜欢把我们 暂时幽静在试炼和患难之中 如果我们竭力挣扎 我们的桎固就会越挣扎越紧 一匹急躁的马 如果不肯安安静静地套着马头落 竭力挣扎 结果无非就在马射中给勒死 一只腹恶的动物 如果倔强挣扎 结果无非擦伤它自己的颈尖 所以 让我们不学愚昧好动的掠鸟 用翅膀拍扑鸟笼 结果反而拍伤了自己的翅膀 让我们做训良的金丝雀 静静地坐在七母上歌唱 没有一件灾祸能伤害我们 如果我们立刻用虔诚的祈祷 把它带到神面前 常有人在树下避雨 无意间在树上找到果子 照样 当我们逃到神的翅膀硬下去避难的时候 也将在神里面找到许多 我们以前未曾看见 未曾知道的东西 这样神借着我们的试炼 患难给了我们新的启示 亚伯渡口变成了皮奴伊勒 摔跤变成了面对面见了神 受苦的信徒啊 你还有什么可伤心的呢 神将使你夜间歌唱 使死印变为晨光 你快来赞美他吧 服从神的旨意 是最柔软的靠头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美他